据了解,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主要用于支付特殊病重门诊,住院医疗费用中,属于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费用,门诊统筹是医疗保险待遇的一种形式,简单的说,就是将财保人员的普通门诊费用内入报销,由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和个人共同负担普通门诊费用, 器官移植的医疗费用,可以门诊统筹报销,但是器官移植医疗费用很高,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,住家庭灾难性,医疗支出,被减轻此类参保员的医疗费用负担,该通知,明血,肝,肺,心脏,一线,小肠移植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,出器官移植手术费外,其余医疗费用由统筹基金按规定支付, 此外,为减轻儿童孤独症患儿的医疗费用负担,增设儿童孤独症没者病种,没设报年度支付线额6000元,新增病状案主台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定病种管理办法管理,中,高额门诊病种,没者统筹支付线额上调, 居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后,并不是花多少就报多少,还有一个最高支付线额,最高支付线额是指,在一个医疗年度内基本医疗保险基金,支付参访人医疗备用的最高数额,随着今年来的医疗备用逐年涨涨, 医疗备用超过门诊病种限额当参访人数逐年增多,年度支付线额统一上调10%左右,第二是参访人同时享受量中盘以上的中额备用门诊病种的,支付线额上调约15%,门诊特定病种报销资料简化,认定申报资料进一步明确,随着医疗卫生行业管理的发展,电子病例领区等多,被简化门诊病种费用报销, 珠海将取消珠海市基本医疗保险就义管理办法,第二是条中,参访人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,申请门诊病种费用报销时,需要提供门诊病例的规定,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与相关医疗机构共享,为减少参访人认定门诊病种时,重复做大型检查,均可作为门诊特定病种,认定申报资料, 珠海市门诊病种申报机构网综医学检验中心的检验检查报告,可作为门诊特定病种,认定申报资料,重型被决定中海贫血的患者,将认定该门诊病种参报人提供的基因检测资料,由提供两年内的资料调整为提供的资料不受时间限制, 与此同时,因是有病门诊使用的凝血因子,凝血美元复合物发生的费用,以及被铁地中海贫血门诊输血费用,以纳入门诊专项报销范围,属门诊病种支付的医疗费用明显减少, 因此,通知将此类门诊病种的支付险额条件为6500元,为成年人和城乡居民的地就医更方便了,可申请办理在养老金领取的居住地或工作地两个统筹区,办理传住地就医备案,办理传住地就医备案提供的资料也相应调整完善,参谱人办理了传住地就医备案后,可以选择的医疗机构,从原来的一到三家, 扩大为目前被案统筹区的所有跨顺医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,注意,未便于参谱人申请医报待遇,应凭新生儿本事顾口腹和诸生医学证明, 爱理个人等纪性息变更,资料变更前因疾病所发生的医疗费用,待资料变更后按规定予以报销,参谱人自医疗费用发生之预期,两年内未提出待遇申请的, 动筹基金付与支付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